大家好,歡迎收看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我是Maggie 今天想和大家推介一下Hermes其中一個款式 它就是Gardom Party 其實大家最熟悉的Gardom Party就是這個款式 Gardom Party在2002年已經推出這個款式 最初的設計是用來整理花椅的工具包 經歷了這個款式之後就改良版 成為一個比較大容量的手袋款 亦都很受屢層門起的位置 因為它比較適合放鬆用 或者你有時休閒出門 裝一下垃圾東西其實都不錯 為什麼今天會和大家推介這個款式 因為大家都看到它們分別有兩個款式 Gardom Party本身是2002年推出 之後因為比較受歡迎 可能它就改良做了這個Gardom Party Gardom Party在2020年推出 它們兩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特色之處 我現在就為大家推介一下 看看它的特色 首先看看最傳統這個Gardom Party 它們屬於它的30個尺寸 都是Gardom Party裡面的小尺寸 它這個是用了帆布拼棋的設計 它用這個設計來說 它是用一個比較鮮明的顏色對比的 一個是淺色系列 還有這個是藍瓜色的皮 大家都看到它下面 它都會包上一個全皮的底部 亦都會令到它的繁布料 不會那麼容易磨損 所以為何也是它比較受歡迎 這就是一條款式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Gardom Party它改良後 其實它內籠放東西是非常大的 亦都非常好的 有些女士甚至乎想擠整齊的東西 都會放些內袋在裡面 亦都可以的 那就分門別類 Gardom Party這個款 你都會看到它旁邊 其實都會有一個扭位 如果你說真的太多東西擠的時候 亦都可以擴大它 成為一個梯形的袋款 感覺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這就變成兩種的背法 就算它這個 放文件或其他都絕對沒問題 放了文件下去 其實都還有很多空間證 大家看完這個傳統款 Gardom Party之後 就看看新出的Gardom Viro 這個和Gardom Party最大分別 你會看到它們的厚度 已經是相差很遠 而且Gardom Viro的設計 是屬於直身的設計 而Gardom Party是屬於橫身的設計 它整體內格同樣 都是只有一個隔層 旁邊也會有一個扭位 它這個 其實搭配了扭位之後 整個袋形會比較Slim一點 整體會瘦削一點 而且它和Gardom Party最大分別 你會看到 它會配合一條布的肩帶給你 就不會像Gardom Party一樣 Gardom Party只可以手拿和握在手 而Gardom Viro 就可以被你揹上身 亦可以比較隨便 就會比較方便 而且這個顏色 它是屬於一個餅乾式 配合一個淺色布的顏色 其實這兩個顏色 我都覺得現在比較適合 譬如夏天的八搭 一個很夏日的感覺 這兩個顏色 小時候就會小一點 如果你要放文件 就可以擴大 放了之後 其實它的容量也是絕對不錯的 甚至乎 放大錢包 其實這兩個款式 絕對沒有問題 放了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剩 最後試一試它們兩個的上身圖 給大家看看它們的感覺 是怎樣 首先Gardom Party這個30 它都是一個 通常是手腕或者翹手的款式 這個款式 那你就適合 譬如你上班裝一下文件 或者真的Casle用都可以 而Gardenfile 這個就是因為它是直立式的設計 所以你翹手的時候 其實感覺它會長一點 不同一點 這個 它這條帶 本身不能調教長短 只有一個長度 其實可能有時候 你說 有些女士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感覺就可能會比較長 但是可以做斜背 所以其實Gardenfile 不論是男士女士 其實都會用 因為Gardenfile 它都會有一個 大小小的尺寸 因為這個Gardenfile 屬於28cm 而Gardenparty 也是屬於30cm 都是它這個系列裡面的 小尺寸 如果Gardenfile 就男男女女都合用 那就可以選擇大小尺寸 因為它都會有37尺寸 很多男士都會選擇 今天就介紹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它們有興趣 不妨來到尖沙咀門時 看看 或者下載我們名人站的 FC選購貨品 多謝收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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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